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王玉老师。 从今天起,我们来讲HSK六级汉语知识与技能的阅读理解部分。 阅读理解部分主要针对HSK六级考试阅读的第三和第四部分。 这两部分都是阅读成段的文章在回答问题。 需要对整篇文章的阅读理解能力。 我们将根据阅读三和阅读四中常见的文章内容,按主题分成十个不同的话题,逐一讲解每个话题的内容和特点。 从第十一到第十五课是第一单元,从第三十一到第三十五课是第二单元,每个单元五课。 每个话题,我们都会一起看一段阅读文章。 文章都来自HSK六级阅读三和阅读四的真题。 但是阅读三和阅读四文章比较长,尤其是阅读四。 我们的课堂时间可能无法讲完完整的一篇文章,只能从中选取一部分讲解。 因此,我会把课堂涉及到的HSK六级阅读部分的文章和题目放在资料当中。 同学们最好课前提前看一看完整的文章和题目。 那么如果你课前没有看,课后看一遍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阅读理解篇的第一课,也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第十一课,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呢,是阅读理解文章当中最常出现的话题之一。 在HSK阅读考试的阅读三和阅读四试题当中都经常出现。 历史故事的话题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这包含几个要素。 第一,中国、中国历史。 因为考生来自不同的国家,为了避免出现对不同国家学生不公平的情况,一般没有外国历史。 第二,这里面谈到的历史主要是古代历史,比较少涉及近现代历史。 第三,真实的故事。 一般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不是虚构的。 这就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符合逻辑,没有神话、鬼怪等内容。 那么这部分的话题特点呢? 第一,多数涉及历史名人。 很多的历史故事都发生在著名的人物身上,当然也有不太有名的人。 知道这个人,当然有益于理解文章,不过不知道也没关系。 人物背景肯定不会是考试的内容。 第二,故事的知名度有高有低。 第一,有些故事很少有人知道,一般外国学生更不会知道。 所以只有读懂了文章才能明白。 但也有一些是在中国很有名的故事,你有可能听说过。 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当然对作题大有帮助。 第三,历史本身不是考察点。 HSK六级考语言不考历史,只要熟悉历史类名词的表达方式。 那么你可以便于迅速地跳过有关名词,集中精力在故事和问题上。 第四,叙述为主。 历史故事话题主要是继续文,很少有议论分析。 所以请重点注意,其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起因、发展、结果等。 那么在这部分当中,可能涉及很多历史知识和专有名词。 这些你知道当然好,有利于查找关键信息,分辨人名,跳过生辟字等等。 如果你不知道,那么也可以通过前后文猜到意思或者跳过去。 这里面出现的历史知识专有名词大概有朝代名、国名、地名、人民等。 也有一些历史地理文化知识,比如说帝王的称号、汉武帝、唐太宗、年号、开元嘉庆、康熙等等。 古代的直官,比如说丞相、将军、状元,还有古代的器物、古代的民族地理等等。 那么我们不一定要知道这些词的意思,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它是专名、历史知识。 在刚才说的这些知识当中,比较基本的就是朝代名。 这个最好我们还是了解一下,便于理解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 那么中国的朝代按照时间顺序,我列在了下面。 早期的夏商周历史,在历史故事当中出现的并不多。 接下来的春秋战国,虽然时间不算特别长,但文化繁荣、思想自由,有很多著名的人物和故事。 这个时代出现的人和故事比较多。 秦、汉三国,尤其是三国时代流传下来的战争故事很多。 魏晋南北朝和后面的五代诗国时间不长,中国也比较混乱。 而唐是中国著名的朝代,比较容易出现相关的内容。 宋元明清离现代比较近,也是比较容易有故事的时代。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阅读的第四部分,其后有四道选择题。 首先,我们看一看图片。 这是一只飞翔的天鹅,说明这个故事跟天鹅有关系。 故事类的题目当中,图片能提示故事当中重要的东西, 但是并不能表达故事的全部,所以只能是一个参考。 那么这篇故事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一句俗语,千里送鹅毛的故事。 那么我们在资料当中,列出了这篇故事的全文。 如果你没有提前看材料,可以听我说说大概的意思。 在这节课下课之后,再去看一看全部的文章和题目。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做全部的文章,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好,这篇文章的结构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故事的开始。 介绍时间,人物,地点。 第二部分是故事的主体部分,故事发生的过程。 第三部分,故事的结果和影响。 这里很简单,只有一句话。 那么大部分故事,都是由这样几部分来组成的。 下面呢,时间关系,我们只看第一段和第二段。 也就是故事的开始和故事过程的第一段。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当中出现的一些生词。 使者,派出使者,外国的使者。 二,奇珍一宝,无数的奇珍一宝,得到奇珍一宝。 三,贡物,送给皇帝的贡物。 四,罕见。 罕见的宝贝,罕见的事儿,这件事儿很罕见。 五,三长两短。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那么三长两短表示意外的事情。 我们经常和万一搭配在一起用。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来表示一种担心。 六,交代,向领导交代,交代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七,怠慢,不能怠慢了客人。 好,下面我们来阅读刚才那段文章的第一段和第二段。 我读的时候,大家跟着看。 阅读理解的时候,阅读速度很重要。 那么HSK六级的阅读速度,保持在每分钟一百六十字左右比较合适。 大家看的速度也应该跟我读的速度差不多。 如果我读完你跟不上,那么你可以暂停视频重看一遍。 但是注意要多加练习,争取达到或者超过我读的速度。 下面开始。 唐朝贞观年间,西域回合国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派使者缅伯高带了一批奇珍异宝去拜见唐太宗。 在这批负物中,最珍贵的要属一只罕见的鸟——白天鹅。 缅伯高最担心的就是这只白天鹅。 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向国王交代呢? 所以,一路上他亲自给白天鹅喂水喂食,一刻也不敢怠慢。 好,那么在这段当中,有不少专名,朝代名,年号,地狱名,人名,皇帝名等等。 那么这些专名当中,可能有你不认识的词语,但是没关系,其实不影响我们做题。 我们看看这些都是专名。 好,那么如果我们去掉这些专名呢? 我们也能理解其主要信息。 那么主要信息去掉专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是在中国古代,一个国家为了表示友好,派使者去另外一个国家。 他带了很多宝贝,最珍贵的就是一只白天鹅。 好,那么在这里主要的信息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一个问题。 缅伯高为什么亲自喂食白天鹅。 下面有四个选项。 A,A,对天鹅很好奇,B,担心天鹅出事,C,以前饲养过天鹅,D,国王嘱咐他这样做。 好,那我们再回到文章,来寻找一下它的答案。 那么刚才的问题是,为什么亲自喂食白天鹅。 这句话在这里,一路上他亲自给白天鹅喂水喂食。 那么我们看到,所以他亲自给白天鹅喂水喂食。 那么原因呢,应该在前面一句话。 前面,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向国王交代呢? 在这里重要的是,知道三长两短和交代这两个词的意思。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三长两短,也可以通过万一怎么怎么样,怎么向国王交代呢? 这样的格式来猜出他担心的原因是万一出什么事。 好,回到问题,为什么亲自喂食白天鹅呢? 我们可以看到,答案应该是B,担心天鹅出事。 好,那么这道题我们就做到这里。 同学们,课程结束之后,可以到资料里去看一看整个全文和其他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历史故事类话题还会有哪些内容。 比如说曹冲称相的故事,这是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故事。 再比如说三国时候空城记的故事,这是三国时代著名的军事战争的故事。 秦朝指路为马的故事,这是发生在秦朝宫廷上皇宫里的一个故事。 再比如说宋朝一位大臣怎样破除谣言。 那么社会上发生了谣言,在宋朝的时候这位大臣是怎样做的。 好,这些都是实际在HSK六级阅读考试当中出现过的真题。 那么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历史故事类话题主要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今天我们通过一篇千里宋鹅毛的故事,熟悉了历史类文章的做法。 那么大家回去呢,可以在资料里把这篇文章整个完整的再看一遍,做一做后面的题。 在练习当中也有一些历史故事类相关的题目,请大家再练习一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